给马桶后面装这个插座 给那个制动马桶圈 你可以选择 从你的这个插座这边走下来 打洞走地角线 走地角线的后面传过去 然后呢 地角线一盖上什么也看不到 而我量了一下这个尺寸后面的插座 到那个位置 尺寸刚刚好 所以现在从外面打开 线接下去 因为这根线呢 在电闸箱那边已经是GFCI了 所以我那个插座呢 就用普通这根 对于这个接线呢 就是一个关键了 不能接触 通常很多时候在订阅 就是比较简单 如果只是猫一根火线呢 是没事的 只是猫火线就没事的 就是说把电线黑的接黑的 而已经最以上都能学ätta 以后把电线还能理 state 不击 因为要隔着 要用麻花 拥好拥好以后的话 要上这个 地线这个帽子 不要掐紧 然后地线 也可以包也可以不包 然后把线 有顺 推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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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復3X2来测试 这边也是用3X2来测试 如果电闸箱那边是AFCI Breaker 这边就要用一个GFCI的Outlet 因为我那边的那根线在电闸箱那边 已经是GFCI的Breaker 所以这边用普通就可以 GFCI Breaker是按的话它会自动保护的 这边是AFCI Breaker 你按是不会自动保护 这样就要用2X2来测试